大家好我是洋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又來出外景啦 這一次要錄的是 科學園區開箱第二集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哪裡呢 就是這個之前話題度最高的 科學園區 龍潭科學園區 之前有傳出說 台積電準備要在這邊擴建1奈米的製程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稍微繞一下龍潭科學園區 來看看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究竟台積電1奈米的工廠 有沒有已經在動工呢 我就好像在講廢話 現在怎麼可能1奈米在動工 管他 好我這邊繼續講 你以為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最厲害的是台積電嗎 呵呵 老實講 在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有一間市值比台積電還要更高的公司 那就是 我身後的全球市值第一的 美商蘋果 隱藏在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繞一下龍潭科學園區 走路散步的方式 來看一下究竟這個蘋果的員工呢 生活在什麼樣子的環境裡面 最後呢 也帶大家龍潭的市區繞一下 來看一下說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成為蘋果的員工 住在龍潭市區 會不會習慣 今天的科學園區開箱 就開始了 Let's go 首先我們來看看龍潭科學園區的地理位置 如果從高鐵站出發的話 距離大概有20公里 沒有塞車 大概是25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走國道3號 那大概會從龍潭交流道下來 大概有6公里 也就是10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走的是國道1號 則是從陽眉交流道下來 大概有9公里 也差不多是15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住在陽眉 清浦 或者是中立 應該都不會太遠 最慢大概30分鐘都可以抵達 至於住在台北或是新竹等地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花40分鐘以上的車程囉 龍潭科學園區 就位於桃園市的龍潭區 平鎮區以及陽眉區交界處 原本是民間開發的工業區 在93年的時候 奉行政院核定納入科學園區之中 開發面積是106公頃 分成兩期來開發 第一期主要規劃是事業專用區 總共有76公頃 第二期則是規劃為公園 綠地之類開放空間 總共有30公頃 園區主要是規劃引進 符合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的科技業 這園區主要進駐的事業 包含有機體電路 光電以及生技產業等 形成的產業聚落 並提供完整的公共設施 吸引高科技人才 導園區服務 等一下 這個根本是政府的網站宣導詞吧 園區現有的從業人員 總共有7000人 帶動桃園地區的產業轉型 增進就業機會 以及繁榮地方經濟 真是太棒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裡面的公司 目前總共有15間公司 坐落在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光學相關的總共有3家 分別是 彩玉科技 友達光電 以及明基材料 半導體相關的則有6家 分別是 台積電 合金科技 日礦金屬 艾克爾 銅心電子 前電科創 生技相關的總共有3家 分別是 諾亞生技 祥育製藥 以及葡萄王生技 目前總共有14家公司 坐落在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那為什麼前面只講到13家呢 因為有一間非常非常神秘的公司 我們現在還不能透露 等一下大家就會知道囉 欸欸欸欸 可是我 我想到我還有東西要擄 等等我想要 衝 衝 衝 好好好 對 如果你已經是蘋果的員工 也幫幫忙 養哥做推薦一下 畢竟養哥 也是蘋果產品的愛好者 像是 MacBook Pro 平常大家看到的影片 都是他剪出來的 平常自己用的 iPhone 7 Plus 或者是給 老婆檢查用的 iPhone 7 沒錯 全部都是蘋果的產品 甚至是蘋果的股票 養哥都已經有了 大概跟Buffet差不多 差幾個零而已 要不是Apple Watch 太便宜了 不然 我也想要買一支Apple Watch 好啦 所以這樣看起來 其實 養哥的蘋果拼圖 就只差最後一個了 如果人知你有看到的話 請趕快跟我們聯絡 老闆 如果你看到的話 也不要太在意好不好 如果我真的進去了 我也會推薦你進來的 好嗎 好 我們一言為定 蘋果相見 打勾勾 喂 那我們現在從龍潭 有名的龍潭大池 開始前往龍潭科學人區 基本上沿著聖廷路一直走 地地間 地地間 就會抵達了 市區的聖廷路 一直在維持在一線道左右 等過台山縣的中峰新路之後 就會變成雙線道啦 沿途的縣速是50公里 還算可以接受啦 旁邊有看到一些新建案 不知道是不是都已經被GG 還有水果的工程師給搶光了呢 進去龍潭 主要有兩條道路 如果從陽眉 或者是中立過去的朋友 大概會從永光路進去龍潭 如果是走另外一條 也就是我們現在走的梅隆路 只是進去的話 會是單線道 不知道上班的時候會不會很塞勒 如果上班常走這條路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喔 沿途的田園風光 會讓你很難想像 這裡面竟然有一座科學園區 希望工廠裡面的廢水都好好處理啊 不然這個 種的稻子 最後又被我們吃進肚子裡啦 想想還真是恐怖呢 在進去龍科之前呢 右邊竟然有一個 美麗的校園 景點 看看影片右手邊 這個私立的國際梅雨村 究竟有什麼美國人 會需要讓小孩 在這邊念國際梅雨村呢 至於是誰在念的 應該已經很清楚了吧 龍科的主幹道 只有一條 龍園一路從頭走到尾的話 大概就15分鐘左右 非常的適合情侶來散步喔 但是究竟有什麼情侶 會在龍科裡面散步 我也實在搞不懂啊 好我們現在彎進來的是龍園六路 也就是台積電目前的先進封測三場 但今天的台積電 在龍科也只是個配角而已啦 那究竟主角是誰呢 沒錯 沒錯 就是我們位在龍園五路的 美商蘋果公司 相信這間公司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是那間蘋果嗎 沒錯 就是那間蘋果被咬一口的那個蘋果 相信這間公司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看看這霸氣的外觀 玻璃的配色 真的非常的有蘋果的風格啊 簡直就是把一台Mac 擺在龍潭科學園區裡面 不過 你如果以為我們今天只是帶你們來看看 那你就大錯特錯啦 我們等一下不只要看看 我們還要進去面試 我先進去面試一下 你們在這邊等我喔 掰掰 Hi I am fine thank you 等會我們的interview 一點點英文 Are you okay? Yeah it's okay 我看了你的經歷 你好像有一些半導體的專長 但除此之外呢 我有一個特色 我奴性很強 My boss 叫我do anything 我都會do anything 所以呢 我的同事們 都會叫我資方守護者 That's great 我們桃園園公雞雞雞雞雞雞雞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蘋果很注重我們的Data的資訊安全 你有聽過一句話 Need to know 所以你也不可以把你的資訊給別人 所以說 你平常有在保護你個人資料的習慣嗎 喔有的 你可以放心 我看特別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用無痕模式 覺得怎樣 我還有 我都用兩隻手機 除了這隻以外 我還有另外一隻 一隻是公司用的 一隻是Personal用的 呃沒有 這隻是我自己用的 這隻是給老婆檢查用的 聽起來 你這樣子很不錯 有點進入狀況了 沒錯 我都把一些資訊 Protect的 very good 沒有其他更特別的嗎 呃沒有人嗎 如果沒有人戶啊 我們要下面一位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平常非常注意自己的網路資安 不管是在電腦或是手機 都有安裝了Sersha VPN 我在外面的咖啡廳使用公共網路時 Sersha VPN會保護我的個人資料 之前 玉琴居家上班的時候 偷偷出國 透過Sersha VPN 同事還以為 我人在台灣呢 最重要的是 我平常就很小心釣魚網站 透過Sersha VPN 不僅可以阻止恶意軟體 還可以避免我的個資外洩 Sersha VPN 就像是隱形斗篷 讓我可以隱藏在這汪洋的網路之中 所以 我不進蘋果 誰進蘋果呢 太棒了 very good 有個 你就是我們 尋尋秘密要找的那個人 不知道你明天上班 有沒有問題 有 我的問題就是 你有在用Sersha VPN嗎 如果你想像我一樣 保護自己的資訊安全 趕快點擊下方連結 輸入 Hot Channel 就可以取得專屬優惠 現在購買的話 還會多贈送你三個月的使用時間 如果真的使用不習慣的話 30天內 還可以免費退費喔 趕快點擊下面的連結 加入Sersha VPN吧 欸對對對 來來來來 停這邊 停這邊 嘿對過來 啊怎麼是警衛 身為一個專業的警衛 帶大家來逛一下龍潭科學人區吧 欸嗨嗨你好 我是新報到的警衛養科 啊工作辛苦了 過馬路要小心喔 齁小心前面車子 掰掰 現在在我眼前的 就是台積的先進封裝廠 感覺跟南克的廠房差不多齁 但是他們的警衛好像比較嚴格 沒辦法像我們一樣到處亂走 果然美商還是比較自由一點啦 其實蘋果真的蠻不錯的 有機會的話還是推薦大家來試一下 但不是警衛 好了看一看呢 我也差不多要下班了 最後再帶大家看一下龍潭科學人區 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看起來眼前挖了一大堆的土 看起來勢必有重大的建設 正在進行當中喔 好現在在右邊的是葡萄王 是做生計的葡萄王 不是種葡萄的齁 左手邊的則是彩玉科技 主要是做一些CMOS的彩色綠光片的製程 緊接在後面的呢 則是台灣日礦金屬 不是挖虛擬貨幣的那種齁 他們主要的業務就是一些半導體相關的金屬 以及靶材的供應 在剛剛看到的台積先進封裝廠前方 則有一大片的土地 上面有非常多的怪手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1奈米廠嗎? 接著右手邊的則是明基材料 BenQ到底做什麼 應該就不用我們再多做解釋了吧 如果不知道的 請趕快點選上方的影片 加入BenQ的行列囉 左手邊的是祥玉製藥 他在官網介紹他們主要是做高端藥品的開發 是那個高端嗎? 還是形容詞的高端呢? 大家自己打電話去問一下好不好 在更後面的則是艾克爾 他們是一家美國的半導體封裝 還有測試的供應商 原本他們跟細品在爭誰是第二 但現在他們已經是穩居第二了 因為細品被併購啦 哈哈哈哈 右邊這邊就是友達光店 沒錯 他就是整個龍潭科學人區 最大的公司 佔地面積啦 至於友達光店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聽過吧 兩兆雙星有沒有聽過 面板雙喵有沒有聽過 都有聽過的話 應該不用我再多做介紹了 好啦 龍潭科學人區的介紹 就差不多是這樣了 接著呢 我們要去找一位對龍潭非常熟悉的朋友 來幫我們一起介紹龍潭 Let's Go 大家可能剛有看過我們前面的影片 帶大家去看了一下龍潭科學人區的狀況 接下來呢 我們就特別在YouTube上面也找了一位 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的龍潭在地坊中 君君等大家聊聊說龍潭這邊附近啊 到底工作狀況生活的機能 然後一些房價啊 或者是說在地有沒有什麼小小秘辛之類的 跟大家分享 之前派對店傳出說 要在龍潭設置尼奈尼的閒進製程之後 有沒有這個電話接到寶 三倍的靜電量之類的 這個跟君君聊聊一下這些事情 哈囉 嗨 大家好 君君君 最一開始就是先跟君君聊一下 君君龍潭這邊整個生活的區域啊 還有機能 它大概是怎麼樣做劃分的 在龍潭的話一定要瞭解兩條路 一個是中正路跟大同路 它就是算以這兩個交叉口 最大的一個劃分市區的範圍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所有的生活機能 那些連鎖店都是在這兩個區域規矩 然後還有北龍路 中正路 大同路跟大橋路 我覺得都算是在一個 市值延伸的範圍裡面 像是一些連鎖店啊 還是什麼的 大概也有哪些啊 市城市區 大家應該都知道 跟張外蕩老總 跟肯德基 星巴克 它在哪裡市區就在哪裡 我們剛過來的時候 好像有看到一個街角 上面剛好就是麥當勞 肯德基 星巴克 對 那就是北龍路 哦 那就是北龍路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龍潭最 精華的一個市區 延伸到後面它是接著龍潭夜市 對 我看旁邊還有那個像什麼 胡鬚章 對 它一部延伸是會到龍潭大使的 還有龍潭怪物也在附近 對 中部跟大橋路交叉 所以真的是除了有外商 還有台商 對 還有我看還有牛洞 還有日商 對不對 連在地的小攤販到著名景點 全部都在這個角落上面就對了 那這些還好我的手接得快 所以基本上主要的生活機能 就是會類似到在傳統龍潭 它會有一個範圍的市區 是沒錯 就是傳統市場 跟那些像圈鏈 剛剛講的那些外商 集合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市場市區的地方 我們大家了解一下生活機能之後 那其實附近的工作區域 大概為什麼跨分 其實龍潭這邊外地上班對頭 就是他們是在中間 同學跟上班的這些同學 很多都是從外地來的 但是外地來的 會特別注重生活機能性 所以工作區域為主 他們應該還是會市區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這個地方 那因為外地客來講 他們一來到龍 都會覺得 哇 龍潭好便宜喔 這就是一個很下意識的感覺 雖然整個現在套路保駕 是龍潭場 但是相對龍潭場 以區域來說 龍潭還是相對低的地方 還沒有被炒起來 直到台積電這個消息出來之前 所以相對在海市都是比較便宜 所以他們還是移住還是市區域 等於說大家一個是工作上調動過來 或是說從北部啊 還是什麼之類過來 然後一來到龍潭就想說 哇 真真真是太便宜了 一樣的價錢可以買兩個便當 多買兩千 結果部分是沒有市區差別 我覺得算台的價錢 應該說龍潭是整個 它是一個 它是以一個圈為劃分的 其實它差不多繞一圈就可以打繞完 所以不管你是從使館區那邊來 中科院的工作人工啊 或者是像王盛亭路 美容路 楊衛補星那邊走的那些人 其實在繞回到市區 其實都是一個很方便的 現在有高隆交流道的開通 所以就縮短了 大概十幾分左右 所以上班的族群啊 大致上就除了龍潭市區 其實本身它在市區域上班 其他方面還有哪些 額外的工作群 這個地方中科路 廣移鄭總 別的就是處理工業區 更併鎮工業區 更併鎮工業區它稍微在原點 所以是處理它 算數化分在來後來看這一塊 那其實龍潭科學永續 算最主要的一個地方 包括是現在拼的嘛 在這邊就是社長 之後過龍潭二期三期 龍潭科學永續也有聽到說 後面二期三期 對 現在三期的話就沒有了 這個消息你有沒有出來了 你有遇過經過的員工嗎 沒耶 還沒耶 真的 好想問他說 有沒有iPhone 原購價 下次要多留意一下 有便宜的iPhone可以買 這樣聽起來其實龍潭本身 並沒有所謂的 像一些衝化區 它可能會有一些分成 舊市區啊 或是說衝化區那樣去 它主要就是 OK 雖然它主要就是 著重在傳統的市區 這樣子就維促 但是未來衝化區的話 我覺得比較有期望 是在中鳳路那一條 就是從平鎮節到浦潭那一條 因為那邊是舊房子很多 包括是龍潭最大型的社區 大概有千多部在裡面的 百尼大陣的社區 它現在屋裡也要登山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之後 再要重新蓋 包括這裏 中間都有舊房子 還有現在還不是看 其實都有聽到蠻多消息 是之後會行 那一條路 去做一個衝化區的 但是就還沒有很明確說 已經有哪一個區域 已經被劃分出來 準備要做衝化區 其實沒有很明確 包括台積電的消息下來 其實現在已經都是很不確定性 像是龍潭這些區域 它會有很明顯的房價的落差 可能看例如一整個圈圈內斗 算是伴供的市區 這些市區會區分 哪一個區域的價格比較好 或是比較平價一點 像是單價地平均的價格 會有大概怎樣的範圍 會有怎樣的範圍 怎樣的範圍 其實當然是生活性的有關 就像我剛剛講的 像百尼大陣 它算是一個比較生活性的房子 的社區 但是因為它的屋齡 是相對比較高的 就大概是二十年級 就是三個房子 所以當然它的房價區間的話 大概是從分十五 如果比較好的 就是當裝潢比較多 然後B1都不一樣 從十五到新的建案 就是現在最新的 準備要交屋的 可能今年三月 今年三月就看到交屋的大籤 這個社區來說 它現在 它從一路 它一開始開案 大概大概二十四萬平均 到它現在 應該基本上三十萬以上 以一路的價格來加快 對 所以其實這個區間的話 大概二五到三十 然後舊的房子 生活性能較好的 就是差不多十三到十五左右 所以也是就是看屋齡的狀況 就是 所以就是屋齡比較高的 大概十五這個範圍附近 或是狀況好一點的 到二十 如果是全新的 基本上可能就是要二五到三十 對 那如果是稍微中古 新種大概十幾年的房子的話 大概差不多是十五到二十 其實差不多就是大概五十五萬 主要也是讓大家了解一個大概 因為你知道像現在新竹有一個 全新的案子 你知道已經開到七十 對 開到七十了 對 建商已經在想辦法 如何把總價壓在四千萬內 因為超過四千萬 就是會有現代的會比 年輕人壓力很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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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龍潭 像去外地工作 像去新竹或是去台北的話 它是有優勢存在的 像龍潭的話比較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接繳田 所以其實往新竹 他們大部分都是開車或是客運 客運的話其實蠻棒的 就是有直接到像新華大學 新竹的話 那直到台北的話 也到龍潭街運 在後大部分新竹還是客運 這個金能穩住 所以還蠻多的 所以就是可以搭客運 搭到新竹 就是基本上還是生活金能很方便 但尤其是 其實在這邊 就是新竹風景 很合遇 因為相對於房價平息 三分之一的價格 對 那如果基本上早點出門的話 大概也是三四十分都會到 去新竹剛往台北 大概車廠出門都先行 如果在這兩個區 公尊的車廠來講的話 也都會是龍潭 還蠻好的地點 一般像是 蠻龍潭的族群 大部分就都是自住為主 還是說 後來科學園區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 投資科研在進行 現在的話 還是自住潭 是還蠻大的 除了自住潭 還是自住 當然就是龍潭在地跟外 另外就是外地來這邊工作 所以它已經算是辦理改革 不改革 因為這就很舒適 像你之前才聽說 要在這邊設 一台名或是說 先進市場之後 有相關的投資 可或是詢問度 真的有變高嗎 基本上當天新聞一出來 只有很多天 還有幫當天就接到很多電話 可是他們很多都是在問 可能問土地的比較多 所以等於是說 想說要直接過來 錢多就是不一樣 因為買房子花的錢實在太少 如果找土地的話 然後通常是幾個樣子的 偶遲方法或是想法 也是有很多 就是手上有錢的金主 他們就是 他們也是小時候見商的概念 他們就是 當然也是會去看 像 尖閉融資 他們會覺得說 像 像 新融派科學院區的地方 他們就會有過去 會覺得那個地方算是 就是算比較堆序 所以那個地道可能 就是可能 代行程序 可以到比較高 或者是說 就是那邊 地路比較 是前衝 但其實那邊 區域還滿多是 很有地 所以其實 不是那麼好 去找到他們所需要的產品 所以他們希望找到 去打 大面積的一個建立 那一條文區的話 沒有辦法找 那我也想再跟 進去問一下 就是說 我在新圖有發現到 其實像科技業 或者是這些電子業 大家在買房的時候 會滿偏好說 要買新城屋 或者是說 新屋屋的 這樣子的狀況 像 龍潭 可能這已經是一個 發展比較成熟的市區了 那相對來講 可能一些 新的建案 通常就會少一點 那市區裡面 現在還會有新的建案產生嗎 或者是說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 新建案可以選擇 現在目前的話 大概有兩三個 有一選舉 在市區裡面 其實 以龍南科學院 但是它那個部份 還不算是 所以它有點 騙領的 特色的龍南科學 除了以龍湖那邊 製成的一個商圈 其實沿路到 往大池走這個方向 它算一條路 這樣子可以走過去的 這中間有兩三個 建案的新開案 那當然 其實也滿多 在附近工作的人 包括同志客 他們陸續也在購買 包括是現在 有一些案子 還沒有 玩笑嗎 嗯 年輕族群都是 所以你也有這樣子的感覺 年輕族群 一定是啊 他們一定會想到 後面再轉送率 包括能夠私有的 因為現在在 他們的層 基本上還是要 持有三年五年 這中間來說 他們一定會考量到後面的 一個資料 或是投資的一個角度 這幾年 台灣的各地的房地產 是應該漲得都非常的高 舊龍潭這邊的情況 有沒有看到 我聽到說 之前的價格代價 大概是什麼區間 那目前是漲到什麼區間 以我自己住的社區為例 可能他就是在大廚路上的一個社區 那他不一定發達的時候 然後出我媽媽 那時候買的時候 跟現在的價差一次差不多多費 所以其實可能以前是 十萬幾次下 或是十萬出口 那現在就真的很廣廢這樣子 台灣各地不管什麼情況 房價這幾年 翻了好幾番 所以這個都要加油 不過也不是產品的問題 是自己的位置 想想只能探兩口氣 不想努力 真的 對 不要努力了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君君 來跟大家聊聊龍潭 在地的狀況 如果大家真的有幸要來龍潭的話 君君他也有自己的頻道 那也可以上到他的頻道 看一下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可以 就可以到君君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說他的粉專 我們會放在下面的詳細資料區 那大家可以點過去看看 然後有空的話就可以跟君君聊聊 就非常謝謝君君 好耶